想要上车的旅客拨浪号拨浪号车在文章最后拨浪号拨浪号 虽然身体很诚实 但是思想却偶尔会出轨 觉得自己吃了那么多卡路里进去 却从来不消耗 实属惭愧 不过麻 惭愧归惭愧 身体依旧很诚实 偶尔良心发现时 会装模作样的选择一部运动班看看 每次看完之后 都会觉得无比轻松 就像是自己出了一身汗一样 哇塞 好像又瘦了两斤呢 运动班虽然有点小众 但每个季度依旧会出那么一两步 像去年七月的流汗吧 健身少女小编就挺喜欢的 超级有代入感 因为朋友的一句你胖了 可以立马冲进健身房 但实际上菜鸟的不能带菜鸟 出租女友宾女 欧建瑞吉梅酥 第五十二话 明明没运动个几分钟 可是从健身房出来后 却觉得已经消耗了几千大卡 为了犒劳自己这么努力运动 那就奖励一顿大餐吧 明明是去减肥 最后却越减越肥 简直不要太真实啊 这也是小编为什么不去健身的原因 哈哈哈哈 除流汗吧 健身少女 小编最近又迷上了攀岩少女 BNNNN 突然觉得这些运动翻 都很喜欢在翻名带上少女二字呢 到底是叫健身 还是看少女呢 攀岩少女 是今年的十月新翻 在B站播出 目前已更新六级 同样是四个妹子健身 只是这一次不是在健身房 而是在户外攀岩 妹子们的颜值都很高 福利也管够 可是评分却一般般 只有8.8 主要问题出在一开始的剧情过于尴尬 人家健身是因为胖 非常合理 攀岩少女却因为莫名其妙的斗嘴 而激起了胜负欲 这个接入点真的太过勉强了 不过好在剧情过了尴尬些段后 又慢慢再变好 只可惜评分却一时半会追不上来了 但作为运动翻来说 剧情什么的并不是太重要 只要运动到位就够了 是吧 还别说 虽然是动画 但是运动起来丝毫不含糊 像健身少女这部翻就给我们讲解了 很多专业的健身知识 不仅每集会讲到一两个运动器材 还会叫如何使用 每一集的最后 更是会复习当即的运动动作 超级贴心呢 除了运动之外 连每一个食物都有讲解 什么东西有多少卡路里 运动之后应该吃什么 全都会叫 像尖诈食物就是卡路里大王 不过香也是真的香 大汗淋漓 运猛男都大呼吃不消 而攀岩少女这部动画 竟然结合了大家最爱的游戏 女主明明是一个像小编一样的死宅 却能用游戏通关的手法去攀岩 新手第一次就攀上了顶端 十足的凤傲天气势感 当然 那些无聊的攀岩技巧也同样会叫到 但是小编一个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攀岩的人 身体要有一定的韧性 途中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动作 BNNN 但是真的好看 但是两步运动翻看下来 依旧没有一步能让小编真的去运动的忠敬 看着妹子们在健身时 一组动作下来就大汗淋漓了 瞬间就觉得自己也黏糊糊的不舒服了 最可怕的是 一不小心还会练出不该出现的肌肉 至于高难度的攀岩 只能说就算是猛难看了都会大呼尸不消 这绝对是一项 不仅要有劲 揉身体韧 有毅力 还得头脑聪明才能完成的运动 当然 我们看运动翻也并不是为了真的要跟着一起运动 毕竟健身房又没有动漫中这些萌妹子 也没有帅哥 有的只是一群胖子而已 所以过个眼影 感受感受就好 又找到一个懒的理由 如果你也跟小编一样不喜欢运动 又偶尔会良心发泄的话 啊 可以试着追追这两部运动翻哦 别整天看萌妹子卖萌了 难道动起来不僵吗 车到了 过浪号 过浪号 发车咯 过浪号 过浪号 24小时后 搬车离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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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